各位好,我是小編 今次要為大家介紹一個剛剛推出的 專課VTuber而設計的直播APP 這個APP是由DOAGO推出的 DOAGO是甚麼公司呢 就是NikoNikoVideo 一個日本很出名的影片網站 的營運公司出的 近年DOAGO為了VTuber 也推出了很多不同的直播 VTuber用的Virtual Idol直播的很多扣相 例如年初他們推出的Virtual Cast 是一個直播平台 另外之前也有個VRM的檔案格式 令大家可以分享DVD模式 今次推出的Custom Cast 其實最主要的目的當然就是 專課手機用來做Virtual Cast直播 他們當然會配合直播的Niko Video 待會我們會說一下 就算你不是Niko Video 其實你也可以做直播的 用到這個軟件 或者我們現在先進去 LowLow畫面 這個就是我之前做下的一個角色 其實Custom Cast 既然叫做Custom 最主要的第一件事就是 可以讓大家自己設計一些Virtual Characters 不用用自己的樣子來做直播 這個是近年日本直播VTuber的趨勢 不用自己的樣子 當然可能他們還會加上什麼變聲器 之類的 或者直播用自己的聲音 其實也有不少人這樣做 只是換了樣子 看看這個軟件 它其實有很多功能 大半功能都是 為你Custom一個角色 大家可以看到 它不是一個死亡的公仔 它是一個3D模式 甚至是有前有後的 有上有下的 這樣 這樣 我們現在先去看一下 它Custom的部分 它其實會預設送了3個角色給你的 已經設定好了 大家可以用到這3個角色 它叫做Peset 而我自己就修改了一個角色 很快地修改 就是這個女生 只要我選了這個女生 就可以開始進行 所謂的客制化 客制化 有很多東西可以做 大家可以在下面 它可以去設定一些背景 Pose 甚至是每一個 眉頭眼壓 你會看到 右下角 Customize 這個按鈕 其實這個按鈕 最主要就是 用來讓大家 設定整個身體 大家可以看到 它設定到的東西 有很多 有面 眉 眼的大小 眼的開合 眼的 甚至是眼珠的 反光是怎樣的樣子 身材 腿長 高低肥瘦 那些東西 全部都可以任你設定 例如說 臉 現在我們可以設定 臉 圓一點 尖一點 現在是尖一點 這個是圓一點 另外就是 臉的闊 闊一點 窄一點 按自己的喜好 來設計 另外還有一些 例如說 眉毛的高低 甚至是 眼的開合 可以睁住眼 可以大一點 甚至是 眼球 眼球的幅度 那些全部都有 刺定 這個下 是做到很成功的 即是很足的 例如說 高一點 一腳長 有多長 長一點 沒那麼長 例如說 可以矮一點 但是長一點的腳 你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雖然我不太喜歡 這樣 當然還有一些身材 肥矮 例如說 胸的大小 這些 這是日本人自然會做的 不用說了 好了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它還有很多 甚至是頭髮的前額髮 各種頭髮 或者背後後面的髮型 你都可以去自動 甚至是指甲油 因為我這個有戴手套 沒有辦法 指甲油 比如說嘴唇 嘴唇 你其實都可以去控制 譬如說 用什麼口唇膏 這樣 或者是 擦開嘴唇 有沒有 所謂有沒有 爆牙 或者是 這些 可愛的牙 不需要 這樣 好了 另外當然還有衣服 飾物 有很多衣服 給大家選擇 例如說 可以選擇一件後服 或者選擇一件 這些衣服 可以不停的 大家可以去試一下 這樣 還有這些 Pax Pax 我現在用了眼鏡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很像一個遊戲 製作軟件 叫Unity 它有這些操作 例如說是旋轉 小編 設計這隻公仔的時候 就特意 將眼鏡 推低 一點 這樣 讓它看起來 好像比較可愛 這樣 正常的戴眼鏡 會有這樣的位置 你可以調低 這些仔細操作 在這個軟件上 都可以做到 是比較厲害 完成到很高很高的 軟件 好 接著 完成後 就可以自動保存 它 我便要 我便要 因為我之前 弄得好好的 不要弄它 接著 然後 大家會看到 配信 是綠色的 在下面 這個就是直播 直播 首先是選擇 角色 選擇了 接著 你便可以選擇背景 我現在便可以選擇一間大屋 做背景 或者是可以選擇 音樂室 大家會看到 公仔會脫掉 接著我便選擇這個 這個 比較清淡 原本的設計 好 接著 這就是另一個功能 為何會在手機做直播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 現在開始 這個角色 這個女生 嘴巴便開始動 其實就是這個軟件 提供了一個很簡易的 可以讓大家 可以讓大家 如果那個公仔 只是動作 站著一塊飯 站著 沒有什麼意義的 所以 這個APP 也提供了 動作表情 以及 音樂室 首先 講一下音樂室 其實這個APP 它的設計 有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就是 它其實是對應 Face ID 那個鏡頭 就是iPhone 上面 叫做 True Depth Camera 的鏡頭 就可以做到 根據那個鏡頭 取得的資料 來幫你做表情 以及做到 智能聲 但是 就算大家 不是用iPhone X iPhone XS 都好 其實大家 都可以 用到 就算用你普通手機 例如小編 現在用的是 iPhone SE 那個鏡頭 前鏡頭 都可以做到 而這一版的設定 其實就是告訴大家 你可以用兩種方式 來做智能聲 一個做法 就是現在小編 正在選擇的 影像智能聲 就是用鏡頭 來看著你的嘴巴 你的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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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動 嘴巴 另一個做法 就是聲音變色 聲音變色 有一個缺點 就是周圍 其他人說話 它都會動 所以我選擇用 這個 影像 形式 這個 另外下面 你會看到 在做表情的時候 嘴巴動不動 有些人會覺得動 有些人不動 可能不好 當然 例如有些表情 例如發生氣 那應不應該動 或者相信 嘴巴應不應該動 你自己決定 另外 你也可以去調教一下 它聲音的反應 會不會動得這麼厲害 還是動得慢一點 我們去下一版 這版又是另一個 這個APP的一大特色 就是運用了一個 3D 軟件 我們稱之為Maya 以前Maya 就會有一個 叫東南西北的操作方法 東南西北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它可以在 你用了Mouse 去指定的方向 做某個指定的操作 這個同一道理 就是東南西北 去設定一個表情 基本上直播的時候 然後屏幕就會分成兩個區 一個是用來控制姿勢 控制鏡頭的 另一個區是用來控制表情動作 大家可以事先在這裏 就控制了東南西北的方向 每個方向有什麼表情動作 接著設定了之後 直播的時候 就可以 迫向那個方向 它就會做那個動作 我們現在就試一下 好了 按進去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我現在故意動一下手機 給大家看一下 Custom Cast這個APP 其實是透過前鏡頭去detect 以及它會用到手機的加速計 用到它的地池感應 用到它的陀螺儀 所以其實你動一下手機的時候 就在這裏控制著那個機局的鏡頭 所以變成你就可以做很多東西了 比較可惜的是它的直播 就不能用到機後面的主鏡頭 如果它可以用到機後面的主鏡頭去 去Capture現場環境的話 我想大家就可以很開心地去做這個 用Virtual Cast Character 來做現場直播 其實我現在可以 大家看到我現在在擋頭 其實小編現在在擋頭 它detect 到我擋頭 我擋頭 而我不是在用一部iPhone X 我現在是用一部iPhone SE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其實這個APP的話 就算是透過一部很差的手機 仍然可以做得到 這麼生動的直播 另外就是我們試試剛才的表情 我們在表情區上半部 在那邊就捉一捉 我捉一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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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還有其他表情 比如北面 我帶開表情 爽朗一點 比如拍手掌 或者其他 好 這些可愛表情 都可以做得到 透過這個東南西不出 其實就可以很簡易 令到大家可以做到很多反應動作 當然 其實這個 Custom Cast 是專為LikoLiko Video的直播來設計的 所以如果大家有安裝LikoCast這個軟件 大家就可以在LikoLiko那邊做直播 就可以開到間房間 開到直播房間 可以做到一些 指限一些 你親朋戚友才看到的直播 或者是即時看到他們的回應 那如果你譬如透過iPhone 那個 預設 它有一個 由iPhone iOS 11 開始那個直播 的 功能 外掛功能 那你能夠做的 就像現在的小片錄影一樣 錄下了畫面 直播出街 就未必可以看到 那個觀眾反應 那可能會影響你的觀感 那大家就看看會不會因為 有這麼多這麼可愛的公仔 可以讓你這麼高度 Customize 就決定 轉一下 陣地 走去LikoLiko Video那邊 做直播了 那今天的介紹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連續 跟蹤 做直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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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